说到2004年那年,你一定知道张涵运这个名字,在湖南卫视现象集综艺节目《超级女生》中获得了季军,随后,被选为《2005年快乐中国超级女生》活动代言人, 首张专辑加的年度销量总冠军,一手欢欢甜甜就是我,更是红遍大江南北,张涵运清纯可爱的形象,在那年给他带来了超高的人气,完全不亚于现在的各种流量小花,只不过好景不长,张涵运所在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,处在要倒闭的状态,而对其下应人的发展进化也搁置了,最终公司倒闭, 他也因此销声匿迹,差不多五年的时间,张涵运都一度沦来无曝光,无工作,无收入的三无人员,后来他也试着去找工作,去当主持人,重新参加选秀,然而这些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,直到他遇见了生命中的鬼人,也就是帮监传闻,有个大牌干爹的刘德华,两个人的缘分是于2006年, 当时张涵运刚到香港发展,赶上新成国语力颁奖典礼,刘德华和张涵运的合照,登上了香港各大报纸杂志,而且张涵运原来的老板,是刘德华合作了30年的经纪人, 所以这样巧妙的缘分也让张涵运有了一个老师一友,张涵运透露,刘德华给他规划未来,建议他转网戏剧发展,于是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,事业五年后,张涵运接到的第一份工作,也是在刘德华投资的电影,初演为马中当纲女主角, 此后,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,兰玲王妃的邀约一份制叹来,让张涵运再次大幅度走入观众视线的,应该要属胡南卫视的偶像来了, 这个时候,离他成名那年已经足足过去了14年,节目中更明天要巴服的饱受争议,不过光涵在节目里带他却十分亲切,总是一副冲衣的样子看着张涵运, 甚至自称是张涵运的汪伯伯,关于伯伯这个称呼,张涵运也做了解释,称本来自己也是喊韩哥的, 但是兵韩却不乐意,说我就是汪伯伯,你就得喊我汪伯伯,其实早在张涵运一超级女生,而火遍大江南北时, 当时担任主持人的汪韩就对他的超强唱功,以及单纯性格十分欣赏, 还担任了张涵运首张专辑发布会的主持人,可能是由于张涵运小小年纪经受的一切不易, 所以对这个后辈会尽力去提携,不过也像有的网友说的那样, 汪韩作为娱乐圈之名主持人,见过的风云人物也不少,还能那么疼张涵运, 足见张涵运也是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的,就在众人都以为听见偶像来了, 节目能再次大火的张涵运,突然被爆出了与彭贵运的恋情, 据悉两人是音电视剧《蓝铃王菲吉人》,在一起三年了, 媒体还拍到了两人同居的画面,不过一向低调的张涵运, 对待恋情也是相当低调,两人的恋情几乎也没有引起太大水花, 此后,张涵运似乎又淡出了大家的视线,演绎,是一夜城下滑趋势, 毕竟在这个每天都有新人崛起的娱乐圈,没有爆款的影视综艺等作品, 曝光量也低的情况下,真的很容易被人遗忘, 还是希望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张涵运,能发展得更好, 你对张涵运有什么印象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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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